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正 欢迎加入阿正的废宅小圈圈 本集的日剧分享 而跟大家介绍的是改编之真实故事的南极大陆 开始之前一样请大家 把滑鼠移到荧幕右下方帮我按个订阅 本集是庆祝TBS开台60周年的纪念电视剧 由牧村拓栽主演 搭配林奈瑶、借雅人、香川兆之、柴田公斌 以及如田爱菜等人联合演出 2011年10月在TBS招牌的日药剧场播出 全剧改编至北村太一的原著 南极粤冬对太郎次郎的真实 1983年也曾翻拍成电影南极物语 故事发生在二战之后的1955年 日本国内寻求找回战败中失去的自信 人民不停的工作希望能重新恢复经济 但世界各国却给日本贴上 模仿国以及战败国的标签 而当时全球对于观测地球的活动十分活跃 以美国和苏联为中心的战胜国组织了国际委员会 计划在未知的南极大陆进行观测 并邀请东京大学教授白祈忧以及副教授昌词月志参加 尽管在会议中饱受战败国的骂声 但为了使日本从阴霾中走出来 两人在回国之后也不停的推动日本参与观测 尽管作为亚洲唯一参与观测的国家 但日本被分配到的却是地图上显示 无法靠近的哈拉尔王子海岸 该地区零下50度 充斥着每秒风速达到100米的暴风雪 是气候极为险恶的地区 而这也意味着日本观测的成果完全不被期待 而在资金匮乏以及日本国内没有远航船只的重重困难之下 第一次日本南极观测队总算在1957年成军 连同十多头北海道化泰犬朝着遥远的南极前进 牧村拖在饰演的副教授昌词便是负责训养化泰犬的雪橇队队长 负责在险恶的环境中搬运物资 同时他也负责改造首艘前进南极的船舰中古 而他角色的原型便是日本知名的南极探险家居实册 本剧由曾制作乱马二分之一集团左迁 以及不在场证明破解少女的全集红单纲编剧 并由Good Luck半折直述夏婷火箭 以及陆王的福泽克雄单纲导演 南极大陆全剧共10集 平均收视率高达18% 最高更抽上22.2% 以上就是本集的全部内容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也请订阅按赞加分享开启小铃铛 或在Facebook上给予信心支持 我是阿正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